台北地院申請扣押金華城土地獲准 頂月公司火速提出抗告 高等法院二十三號撤銷員裁定 發回北越耕財 頂月抗告成功 讓遊淑慧怒批套路太深 頂月在後來確實還有編列一筆 四點七億元的 你算是分紅分潤的獎金 退給了這個金華城有限公司 謝謝他們幫忙爭取到這個融機獎勵 所以頂月不斷知情參與之後 還支付駕金作為後謝答謝 那請問這樣的一個過程 怎麼會是所謂的第三人 那朱雅虎在整個案子偵辦過程當中 都已經坦承自己有行為 那怎麼頂月公司還有辦法稱自己 是所謂的善良第三人呢 金華廣商土地被扣押 代表頂月未來不可進行 土地買賣移轉 因此頂月不服提出抗告 公約審判長及法官表示 本案興建中的辦公大樓 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鎖定 必要時得扣押第三人財產之要件 原裁定沒有詳細說明 另外金華城公司與頂月公司 各具法人格是不同公司 難以認定是取得犯罪所得的第三人 原裁定沒有妥適說明 因此頂月抗告有禮 請李副市長會邀請第三方 包括相關的技師土木工會 來進行全面 對於接下來 如果不予施工勘驗 甚至後續勞令停工 整體的安全維護 我們必須確保 臺北市長長安表示 在北院還沒有根裁前 現階段仍不允許金華城施工勘驗 如今頂月抗告成功 金華城究竟能不能繼續施工 外界都在關注 甚至只要民工家狠台北常常報導